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定位是国新总部的地理位置的坐标 我们不妨叫地理坐标 国新的心理坐标是专师国有资本运营 以增强国有资本流动性来推动优化布局 推动改革 支持科技创新 这个8300亿是国新累计资金 投资投放的资金的总额 可以说它是一次资本的汇聚 你可能就说对了一半 我们资本汇聚本身不是目的 我们资本汇聚的目的在于 我们把这个资本和资金要投资 投放到央企实体产业里去 我们就是要用国新的速度 助理中国的实体产业跑出中国速度 太棒了 那这次我们就沿着中国速度 一起到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坐标 来探寻一下我们的发展之路 好 欢迎周董来到节目现场 请坐 我今天还邀请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 党委书记 医学东同志 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 院长刘继鹏教授 太好了 三位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 国新背上承载的中国速度的一份责任 先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刚才一开始展现的产业坐标上的 中国速度8300亿 这个数字的背后 让我们可以读到国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我们的8300亿是国新成立资金 累计的到实体产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投资投放的资金总额 其中我们直接投资的有2300亿 以基金形式投资的有1200亿 通过境外投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1900亿 我们的金融服务通过商业保理融资租赁 投放到央企的累计下来2900亿 所以我们说算大数8300亿 国新的发展速度 我想刚才这组数字都非常说明问题 国新是把科技和资本相结合 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两个高端 运用资本投资的手段 扎根实体经济 并且为央企的科技服务的一家国有资本运营机构 它又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探索新型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 现代公司制度的年合计 中国国新是扎根于国资委监管的 实体产业里面的一家中央企业 我们是专司国有资本运营的 不是金融企业 我们是为实体产业的改革升级 优化布局 创新发展 通过资本运营来提供支撑的支持的 以往其实也会有很多大的企业 他们会很自豪地跟别人介绍说 我是做投资的 我是金融公司的 如果把中国国新跟他们放在一起 您觉得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要按照国家的战略 紧紧围绕着整形实体经济 来通过资本运营来发挥作用 所以可以说我们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这一切跟中国国新成立之初的初衷 是不是相一致 伊主任 当时在国资委 我们98家央企的序列当中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 2010年底 国新正式挂牌成立 当时成立的目的是 作为一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平台公司 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国资委 来对一些中央企业进行重组和整合 那么2013年 党的18届三中全会召开 提出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 改组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想国新就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2016年 国新也就正式成为了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试点企业 那么成立以后 这些年来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始终坚持以财务投资为主 通过股权运作 产业孵化 价值管理 有序进退 那么实现国有资本加速流动 也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所以国新的这个转型是相当成功的 国新这几年 逐步地理清楚了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和产业集团区别在 我记得我2018年 才到国新的时候 当时试点已经开展了两年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是 相对投资的速度也比较快 但是我买了以后 在组织全面风险排查过程中 发现运营公司 它是没有具体组业的限制 对 如果我们没有组业限制 跨行业 跨领域 去搞投资 甚至认为哪里赚钱 就往哪儿投资 那这个里面的风险就太大了 所以在国之委 直接的指导支持下 我们逐步履行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应该把这个定位 从主业的界定上 我们的主业 主则主业就是资本运营 不像投资公司 产业集团那样 它有两三个主业 经营目标上 我们是要通过资本运营 要通过我们的资本的流动性 发挥那个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去助力我们的企业 央企 国企 去助力它的改革 去推动它更好的 按照中央要求 来优化布局 转型升级 您说的特别对 这个四两拨千金 对于整个的国企改革来说 是重中之重 我想知道 当你们刚刚诞生的那一刻 大多数的国企 他们在资本运营方面 面临的困境有哪些 大家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 几十年下来以后 在各个行业里面 从生产线到厂房 到产供销的整个体系的建立 最后面形成的 可能往往是重资产的 资本是不容易流动起来的 对 不是说我转型 就马上能转出来的 所以在我们的专业化整合 战略性重组的过程中 我刚才为什么说 四两拨千金 它往往就是少那一定的流动性 所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就恰好解决了 以市场化 专业化的方式 来注入流动性 我们国薪自己的数字 这几年增长很快 我们截止到今年八月底 中国国薪的资产总额 已经达到了7500亿 我们2021年底 公司全年实现的净利润 是218亿 规模净利润是152亿 分别比我们2016年初 确定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四点单位的时候 增长了四倍和30.6倍 我们发展快本身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按照 中央的要求 特别是按照国资委的一些大的部署 把这个流动性给它注入进去 发挥我们那种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您给大家展现的 8300亿的中国速度的产业坐标 推动了中国的产业发展 跑出了一个新的速度 但中国国薪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需要您帮大家来解开这个谜底 中国国薪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是深深扎根于实体产业的 我今天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 国薪的资产的图谱 这张图谱上最吸睛的还是一个数字 5200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刚才8300亿还包括投放 从投资的角度讲 这个5200亿实际上指的是 中国国薪累计投资到中央企业的一组数字 肩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使命 中国国薪深度赋能国企改革重组 推动国药集团等央企股权多元化改革 助力全球第三大钢铁集团 鞍钢集团重组 参与产业整合 促成中国电气装备 中国铁塔等千亿级企业诞生 涉及国际民生关键领域的 一系列龙头企业 产业航母的背后 都有中国国薪的身影 他们在改革重组中 究竟扮演着怎样的关键角色 5200亿又是以哪些方式 不断助力国企发展的速度 中国产业坐标为实业加速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我们5200亿实际上是跟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近70户建立了这种投资关系 其中在集团层面的 有26户 我们归纳了一下 在支持央企的改革方面 我们是三大类投资 一个是新组建的央企 我们直接参与投资 你比如这几年 我们的管网公司 我们的电器装备集团 绿发集团等等 这都是按照 国家大的战略要求 在战略性重组 专业化整合过程中 新组建的企业 对 第二类就是股权多元化的 特别是有一些企业 是要国有多元化 这一类企业 我们也参与了投资 你比如以前的国药 前不久的安钢 再有咱们中行等等 再一类就是助力央企 改革脱困的一些投资 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 央企的煤炭的产能的 专业化整合过程中 国金和有关的中央企业 一起搭建了平台 来搞好这个专业化整合 你们投资的企业 就向您总结的三大类企业 对 其实遍布在国际民生的 关键岗位当中 关键岗位 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图上 有钢铁 有能源 有芯片 有生物医药 等等等等 在跟这些企业 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国新究竟起到了 什么样的作用 国新的作用 首先我们作为财务性持股 我们是财务性投资的 引领者 不是简单做一个财务投资 比如讲我们央企 在软股基金投 投中广核的新能源项目 我们作为财务性投资 投三十亿 但是我们是领头方 领头带领了社会的资本 二百多亿 一起投到中广核的新能源项目上 对中广核来进一步发挥 它的新能源的产业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改革方面 我们案例很多 很多 典型的就是铁塔模式 铁塔的专业整合 把三大运营商的铁塔的业务 整合成一个公司 所以组建了新的企业 新的央企 当时对他们来说挑战是什么 挑战很多 其中一点就是 我就讲的 怎么解决流动性的问题 国薪我们参与进去 投了78亿 也作为铁塔集团的股东 就是帮助注入流动性 最后面我们讲的 我们配合着铁塔集团 配合着三大运营商 共同地搞好铁塔的相关的治理 我们自己讲 我们还是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这个铁塔的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怎么参与 我们这几年 跟央企的董事会监事会 大概19户 派出了25个董事监事 参与到公司的治理 你比如讲 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的把握上 在怎么样子对接 它上下游的产业链 供应链的资源上 在怎么样子防控风险上 我们积极地现言现策 发挥积极的股东的作用 在你们参与投资 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行业因此 就诞生了很多龙头企业 或者是让世界的同行业 都为之景仰的公司 有吗 这个参与的就很多了 你比如讲 参与了安钢的相关的改革以后 安钢重组本钢 应该讲 整个的过程运作 也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那个实际上 配合着国资委部署的 相关的一些重大改革的一些工程 你比如讲双摆行动 科改行动 还有地方的区域性的 国资国企改革的 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实验 我们通过运营公司 牵头组建了三支专项基金 规模不大 但是力度很大 我们累计投了52个项目 投放了将近130亿元 这52个项目 就助力咱们参与行动的 52家企业 我们初步统一了一下 340个改革事项 在这个投资的助力下 顺利落地 所以这个作用 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 刘教授 我们怎么来理解 中国国新这个角色的重要意义 真的是缺了它不行吗 其实国新首先是 中国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探索者 国新的国有资本运营 它有独特性 我归纳了一下 是99度加一度 就关键一度的效应 它的投资方式是资本投资 又是财务性投资 所以资本投资的特点 就和银行融资就不一样了 那要还本复息 而我们这个投资 是不用企业还本复息 这一度非常关键 往往99度水开不了 但是增加了我们国新 这一度流动性财务投资 在关键时刻 它就能发挥作用 沸腾了 我想第二点 就是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年余效应 不仅激活了整个我们央企的活力和健康成长 这种资本性投资又渗透到了治理结构中 治理结构也随着完善了 而它从财务投资的角度 又是它经济增长 能够及时又能够退出 那么第三点我想就是它投的项目 都是科技和国有资本相结合的项目 在央企的业务整合当中 这些科技往往是我们大国实力体现的关键 所以国心对央企就是在这些关键点上 实现了科技和国有资本的结合 缺一不可 你看到我们归纳的对不对 可以评价一下 我们讲的是财务性投资的引领者 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改革发展的助推者 其实周总一直在强调 他的几个基本特征 比如财务性投资 流动性的资源优化配置 还有就是它是资本的注入 这种资本的注入 实际上在改革的探索上 国心的作用它始终在强调 它是依据国家的发展战略 扎根实体经济 是一种资本性的创新的投资 我们这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的方向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要进一步地通过改革 做强 做优 做大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怎么做大 我们通过创建两类公司 尤其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作为一种全新的一种经营形式 经营组织 在国资委监管的产业系统里面 扎根于实体经济 通过流动性来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刚才他讲的资本的注入 他这一点讲得非常对 我赞成 因为我们老说 几十年的企业发展 我们的国内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 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间接融资来的 所以我们伴随着 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要创新发展 必须要改变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这种形式 要通过直接融资 资本注入来支持企业 只有这样子 他才能够更好地承担 创新的风险 所以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用国有资本运营 用资本注入的形式 直接融资的形式 到实体企业去发挥作用 去助力 应该讲是咱们现实经济 发展到这个阶段的 必然的要求 我们的8300亿的速度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国新在参与我们 国企改革的这场长跑当中 你和很多的央企 一起并肩作战 我们都在奔跑 那您在调整自己配速 以最好的速度 帮助这些期待转型升级的国企 完成它们的 包括流动性等等 在内的需求的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调配自己的配速 让我们看到了今天 这样的一个国新速度和中国速度 我们就是要在 满足项目要求 满足我们投资 标的企业要求的同时 也要按照企业的规律 在投入产出上算好账 作为一个企业 要讲投入产出 这就是我们的市场化 但是只讲投入产出 不讲实体产业的需求 特别是离开国家战略 对我们来讲 也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配速度的过程中 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去 特别考量的 我们投资 我们强调的是 三个赋能 创新的赋能 生态的赋能 改革的赋能 这三个赋能 一定意义上讲 就是一种 咱们讲的配速的要求 为了做好配速的这些要求 国新的这个 具体的业务工具箱里面 应该讲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特色的 我们的现在的 目前的国新的业务板块 七个业务板块 应该讲就是我们七大工具 大家请看 好 我们期待着看看 这个工具箱里到底 什么样的一些 神奇的工具 我们这七个工具箱的业务 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 我举个例子 比如讲我们股权运作 我们即将发布 央企的一加N的系列指数 再比如我们按照 打造原始技术 测源地和产业链链长 我们在股权运作上 在组织插旗行动 要把测源地链长 通过股权运作 去给予支持 再有就是我们为了 按照国之委的要求 助力央企 加强上市公司价值管理 提高价值 高质量发展 我们积极地 在进一步发挥积极股东的作用 国新在发展自己 这个七个方面的业务方面 有了很大的创新 特别是金融服务 股权运作 证券业务 这些都是原来一般的央企 没有的 据我的观察 国新这些年的发展 在速度方面 有四个特点 也就是四个字 就是轻 时 心 稳 第一个就是 国新自己这个速度 在流动上 要坚持一个轻 就是要牢牢把握 我们国新是以财务性投资为主 但是我们的流向上 还要注重时 也就是助力我们的实体企业 要加速度 第三个就是 头像上要注重新 也就是聚焦 新 新能源 新产业 高新技术 这些新业态 第四个呢 我觉得在投资的节奏上 还要把握一个稳 只有稳了 配速才能合理 所以在国新的工作日常当中 这个小小的 但是威力却大大的工具箱 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行业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国新在跑出国新速度 和我们产业升级的中国速度方面 还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二个图谱 是产业图谱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张产业图谱呈现了什么样的风景 再给你呈现一个数字 好 2700亿 2700亿 对 这个2700亿实际上是我们在支持创新上 投资的金额 2700亿背后 激活科技创新的加速度 中国国新的独家模式 究竟是什么 首次对外披露的一张神秘生态图谱 展现出国有资本产业布局中 怎样的含金量 产业坐标现场解读 国新速度 如何激活科技创新的中国速度 中国产业坐标 为实业加速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涉及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技术 就战略性新兴行业里面 九个领域是全面覆盖的 还包括了您身后的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汽车 数字创业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对 九个领域全覆盖 但是也是有重点的 那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选项目上 总结了要过三关 在坦业层面 是不是相关的创新发展的 国家鼓励的关键产业 技术 是不是有一定的先进性 要进行评价 中关层面有没有重大的风险 要一一排查 再往上面走 到公司层面 我们要过战略观 最底层产业技术观 中间层财务风险观 最上面战略观 我们要三观匹配 才能决定一个项目 到底是投不投 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 跟国资委要求运营公司的 作用发挥要符合 我们给它总结成 五个守住 守住国有资本运营的 轻资产模式 守住财务性的持股 守住我们自己投资的 重点生态圈 就有国薪特色的 投资生态圈 实际上这个生态圈 就三个重点 一个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一个是支持科技创新 一个是支持走出去 就这三个重点 围绕着三个重点 来搞好我们的投资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守住 第四个守住 就是守住产业链的中高端 低端的绝对不碰 要往中高端去 投资助力 最后一个守住就是 守住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环节 从风险把关的角度讲 我们又强调 要是不投 管不住的不投 看不懂的不投 够不着的不投 吃不下的不投 您心目当中 肯定有很多 可以称之为 我们国薪比较骄傲的 一些投资项目 那很多了 我们新能源福能科技 长远理科 这个荣摆科技 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里面的 中芯国际 国一量子 这个龙芯中科都投了 这些公司 其实真的都是大名鼎鼎 对 是因为我们眼光好 手速快主动地出击 还是别人找上门 应该讲这个 在投资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科技项目 投资过程中 大部分时候 还是我们主动 去跟相关的企业 一起去谈合作 你像我刚才前面 讲到这个新能源 第一个就讲了福能科技 福能科技 我们已经投了它五年了 伴随着这个企业 从小到大 是去年实现科串网上市 在国外 也有国际一流的企业 作为它的客户 由福能科技来提供电池 应该讲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提到了福能科技 我们请导播 将福能科技的信号 接近我们的现场 来此刻我们的坐标 定位在福能科技 好 我们的信号已经接通了 这位是福能科技集团的 董事长王宇博士 欢迎您通过连线的方式 加入到我们今天的 对话节目当中 刚才周董在介绍 我们国心发展的 过程当中的时候 屡次提到了福能科技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你们双方是如何牵手的 现在又在进行着 什么样的合作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周董事长 福能科技是一家 专注于新能源 动力电池研发制造的企业 目前大规模生产的 285瓦斯每公斤的电池 出于世界领先地位 连续五年 产联软包动力电池 国内出货量低 目前的年生产 设备产能已经达到 40级瓦斯 好厉害 周董 最初我们是怎么发现 福能科技的 然后为什么会投资它 国心投资福能科技的时候 他作为镊骨铃电池的 一个生产商 技术在国内 软包的序列里面 应该讲是非常领先的 王宇董事长本人 长期在国外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经过了一个 多年的一个孵化期 我们当时投资它的时候 产能才1.25级瓦斯 刚刚起步 正是需要有 这个资本的注入 需要有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的 打造的赋能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遇到国心的时候 我们觉得 国心团队是有倍而来 非常专业 我听说国心来福能之前 接触了很多动力电子企业 已经是半个专家了 当时你们接触的投资企业 肯定不止周董他们一家 对吗 是的 很多家 很多家 那时候非常热 尤其是2017年 福能科技手中有大量的订单 但是却没有产能 所以急需资金 落地产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正好碰到了国心 为了满足福能科技的时间表 国心用了两家 国际会计事务所 和两家律师团队 同时对我们展开了尽调 到最后完成投资 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非常快的速度 是我们非常的吃惊 给我们产能建设 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国心的投资 创造了新洋企的速度 国心除了注入了资金之外 还给我们福能科技带来了什么 带了这个产业生态的动能 同时用我们带来了这个央企 被输的势能 合作了四年多 国心确实在开拓市场 扩大产能 融资受信 产业链协同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资能工作 举个例子来说 国心大量我们几乎拜访了 中国所有的主要的整车企业 所以为我们的市场开拓 做了大量的资能 所以这些大部分企业 都要成为我们的客户 上个月周董事长还亲自带队 我们一起拜访了中国建材集团 为我们的建材集团的 这个协同来资能 所以在那一瞬间 周董成了你们公司的市场 推广大使 我想问一问周董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把自己定位 是扎根于实体经济的一家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机构 所以在投资以后的 投后赋能上 我们是更加关注 像刚才王宇总上讲的 我们投资到赋能科技 不仅仅是看重赋能科技的 未来的成长的空间 更重要的 我们是要用资本的助力 和王宇总上一起 打通我们企业发展的 产业链 供应链 为福能科技 创造一个好的生态圈 好 谢谢王董 参与我们今天的对话 到目前为止 我们构筑了 什么样的一个生态体系 在帮助我们这些背头企业 我这儿带来了一个 我们投资的一个详细的产业图谱 我们投资的项目 实际上就是涉及到 这个图谱的方方面面 你看我们这个图谱里面 有战略资源 有核心器件 有重大的装备 基础设施 还有我们涉及到的 国民经济的一些 资助应用的产业 包括新材料 电子元气券 化学制品等等等等 然后还有我们 具体投资的项目 所在的具体的领域 这些研究是我们 长期跟踪相关行业的研究 围绕着我们投资的 生态圈的打造 设计的一个图谱 像刚才讲到的 这个福能科技 作为一个动力电池的 一个提供商 我们实际上围绕着 动力电池的 这个上下游相关的企业 我们通过投资都有布局 保证它的供应链的稳定 助力我们的背头企业 在生态圈更好的环境下 能够快速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些 战略型新型产业的背后 看到了科技创新的 一种新的速度 新的奔跑 国新在科技创新方面 做了一些探索 也进行了一些 比较重大的投资 对一些我们国家 基础科学研究 在一些捕合国家战略的 风险投资项目 在极缺的国家前沿技术 卡帛的领域 战略新型产业的 技术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 为国家的科技 创新和进步 做了一些贡献 对一些科技资金的引领 起到了带头作用 其实国新可能大家都注意到 我们的轻资产的模式里面 是三个关键词 资本加人才加技术 一般的讲轻资产 是爱说资本加人才 或者叫人本 我们强调我们还要加技术 实际上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扎根在实体经济里面 扎根在支持创新发展上 去做事情 所以这个轻资产 和一般意义上讲的轻资产 是不一样的 另外这个图谱实际上还反映了一个 国新的特点 我们的创新投资 主要集中在硬科技项目 从这个图谱里面 你们肯定就读得出来 对 看到了雷达 主要是硬科技的项目里面 所以我们就想要扎扎实实地 通过资本的力量 把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 能够更好的衔接上 推动他们更好的科技成果 转化成生产力 实现我们产业的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所以您今天带来的 这个资本图谱特别有价值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这些年的成就 更看到了我们的成长 那可能这样的一张图谱 仅仅代表着我们的过去 接下来面向未来 国新的下一个坐标点 究竟会瞄准在什么地方 按照国新的十四五规划 我们有三个新的坐标 第一个就是效益的新坐标 我们要争取让企业 快速地在十四五 净利润要超过三百亿 我们今年的任务是 二百三十多亿 第二个坐标 是我们业务的新坐标 就是在既有的五大业务基础上 要增加至少三个以上的新业务 我们给它简称叫 五加X加一 这个X就是三或者更多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厌景的新坐标 就是要在这一轮深化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中 我们要努力地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落实好国资委的工作要求 把国新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一流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里面有点生许不在 中央国务预告 里面有 super